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水平一般 但旅游业非常发达 也不会漫天要价 而是维持一贯的物价水平 在乌克兰 十元人民币可以买到一个比我们国家大很多的汉堡 所以去乌克兰旅游客们根本不用担心物价问题 因为在乌克兰 一百元人民币左右就能住一个环境非常好的酒店 最便宜的旅设甚至低至38元 当然 乌克兰作为一个旅游王国 它历史悠久 在古代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现代 它的风光以拟 人文建筑充满神秘的古老和现代的浪漫 比如圣安德烈教堂 基辅卫国战争纪念馆等 此外 乌克兰的自然风光也别具特色 位于黑海岸边 地形主要是平原 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中欧的文化 还可以体验到属于乌克兰的平原风光 感受黑海的独特魅力 如此圣地 自然让游客们心宁神往 小伙伴们有没有心动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